大家好,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在绝大多数朝代里,高丽都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国 不过,虽然我们能经常看到中国皇帝迎娶高丽妃子 却很少看见,中国主动将公主送到高丽进行政治联姻 仅以本人所见,唯有元朝统治者曾将公主下嫁于高丽国王 这在中韩关系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的现象 有史学爱好者表示 元朝皇帝之所以将公主许配给高丽王 目的是为了插足高丽政权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两国结亲的请求并非元庭提出的 而是高丽王室提出的 不过高丽王之所以迎娶元朝公主 其实是形势所迫 1231年,蒙古加快了扩张的步伐 蒙古骑兵如蝗虫过境横扫朝鲜半岛 将高丽王赶到了江华岛 在这种情况下,高丽内部发生了内讧 以至于崔氏灭亡 两名新武臣先后专政 这些武臣对蒙元的态度十分不友好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高丽王元宗身处内忧外患 为了能挟制专政的武臣 他决定臣服于元朝 借此为高丽王室换来靠山 所以他宁愿俯首称臣 希望元朝皇帝能将公主嫁给自己的儿子 1270年,元宗千里迢迢赶往元大都 拜见了忽必烈 希望能替高丽世子求得公主 世子名为慎 这一年已经35岁了 早在十年前,他便已迎娶了世子妃 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 高丽元宗的请婚,是有某种政治目的的 为三十多岁且已婚的儿子提亲 显然已违反常理 对于这一点 当时的元帝忽必烈,还是比较清楚的 所以,他并没有立即给出回应 只是找借口,搪塞而已 1271年,元宗派遣使者来到元朝 重提求亲之事 没想到,这一次的求亲竟十分顺利 忽必烈许诺将小女儿 也就是齐国长公主 结里迷失人名,嫁给世子慎 不过,由于这一年,小公主刚刚十三岁 按照蒙古的组织,还没有到成婚的年龄 所以,婚期被延迟到三年以后 根据文献的记载 当忠烈王,也就是以继承复位的世子慎 迎娶元朝公主时 开城的百姓是荡官相庆 没想到打了一百年仗 还能看到太平光景 显然 但对于高丽人来说 高丽王与元朝公主之间的政治婚姻是无比重要的 有了这一层姻亲关系 高丽的国统得到了保证 为了将这一传统延续下去 在忠烈王之后的七位国王中 共有五位像先辈一样,迎娶了元朝公主 剩下的两位未曾迎娶大元公主的高丽王 均是因为英年造势 未到婚配年龄,才没能娶到元朝公主的 高丽人得到了和平,自然要付出一些代价 这一时期的高丽政权 完全被笼罩在蒙元的阴影下 元朝公主的地位与高丽王等同 这一点从齐国长公主下嫁若干年后 忽必烈调回了驻留在高丽的监察官 这件事儿上便可见一斑 因为嫁给高丽王的长公主已能完成监督高丽的使命 所以忽必烈才放心把人手抽调回中原 大元与高丽孰强孰弱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国力上的差距充分体现在元朝公主在高丽后宫的地位上 以名分来说 哪怕高丽王,比如这个忠烈王 早已结婚有了元配 那也要将元配废处改立元朝公主为正宫 据文献记载 世子慎与世子妃之间的感情很好 然而在公主嫁入高丽后 原本的世子妃不得不迁到冷宫 且无法与高丽王见面 在等级制度森严的高丽后宫里 元朝公主比高丽王更有发言权 对后宫之中的每个女人 元朝公主都掌握着生杀大权 哪怕是高丽王本人 也不得不迁就于公主的任性 据说齐国长公主嫁入高丽后 蛮横不讲理 动辄对高丽王进行打骂 统治着朝鲜半岛的高丽王 非但不能面有蕴色 反倒要百依百顺的讨好公主 尽之不得 但剃气而已 管又管不住 便只能关起门来流眼泪了 自古以来 结亲之事大多是相互的 不过元朝皇帝虽然将公主嫁入高丽 却从未迎娶过高丽王女 这种现象十分耐人寻味 高丽女子素来以温婉著称 不迎娶高丽王女 并非元朝统治者的个人喜好问题 且看元朝的官僚 哪个不以收纳高丽妻妾为荣呢 那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一切都是因为忽必烈禁止子孙 将高丽女子封为后妃 这种做法自然是为了保证子孙血统的纯正 当时的高丽人被蒙古人视作汉人 所以 与高丽女子所生的子女 其血脉无疑是不纯正的 我是洋堂主 关注我 七七都精彩 与其他的 福尔